已经找了人在那个公司里面上班了 他叫我在外面也好好照顾好自己 他说叫我不要担心在外面好好上班就可以了 他说他那里已经找了人了的 你们就不要一直在这里开玩笑了 不要在直播间里面开玩笑了这样那样的 我知道你们关系我 你们担心我在外面怕吃苦呀 就是怕受苦呀 怕被别人骗呀怎么样的 其实家人们你们不要担心 我会好好的照顾好我自己的知道吗 太爱阿子了 我也爱你们呀 姨姨阿姨 老板是跟你们看玩笑的知道吗 跟你们看玩笑的吧 应该是 你们就不要担心了 谢谢送的礼物 谢谢 好嘛不吃回头草 不是吃不吃回头草的原因好不好 不是吃不吃回头草的原因 你摔个节目 谢谢 谢谢送的玫瑰花 谢谢你们 谢谢送的玫瑰花 真的是老板说 那老板他为什么跟我说的就是已经找好人了 叫我好好的在外面上班呢 为什么说的不一样呢 你们就不要开玩笑了知道吗 老板有的时候是开玩笑的 你们就老是担心 谢谢 谢谢你关注的 谢谢 谢谢 你们老是叫我回去上班 我也想呀 对不对 我也想呀 谁不想呢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嘛 老板既然我们两个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我觉得老板他叫我去卖他的八加一 说实话 他对啊 因为我们两个也挺好的 如果他需要卖八加一的话 我偶尔也可以去帮他卖对不对 偶尔也可以帮他去帮他卖 在植物件里面 到时候我觉得再叫我去那里上班嘛 我知道老板也不可能叫我了 如果他真的来一天叫我了 我也知道老板他跟我的关系 我很明白很清楚 出来一个节目 所以呢 我受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知道吗 我就指点为什么一直在上演吧 为什么我那么早就去 为什么我选择工厂上班 因为我觉得工厂里面辛苦累 我觉得那里的话 就会心里面就没有想那么多事情 知道吗 是说一个节目 你们知不知道 我无法接受 知道吗 而且你们应该也知道 老板我们两个既然没有未来的话 你们为什么 你们也知道应该我 我再去再去那上班 难道我还想去上第三次吗 我也 其实你们很多人都明白 很多人都看得出来 很多人都很清楚 比我还清楚 但是你们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接受现实 是� France 真的 你们说的 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 说得 UV 你们很多人都看得很明白 看得很清楚 比我们自己都还明白 但是你们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你们就是老是为我挽留 挽回 有些东西是不可能 心里是这样子的 我说实话 我一开始我跟老板在一起 是真的弯者跟他结婚 就是很真心很真心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话 我觉得说这些也没有必要了 也没有用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不要老是往后看 不要老是给自己兴旺 不卡了是吧 对 带一波正能量 对 带一波正能量 唉 我也伤不起呀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的想法呢 我只想好好挣钱 好好挣钱还我 爸妈欠的钱 然后去找我妈 我没有别的想法 真的 我觉得很累很累 想别的想法根本就没用 到了最后 只有自己伤的 把自己给伤了 到了最后就 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很多数摔 我相信你们应该很多数摔都很清楚 很明白 老板我们两个的这个感情 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吧 明白的打个一好不好 扣个一 你们看得清楚 老板我们两个的感情 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 这个你们看得明白的 打个一好不好 强扭的光是不甜的 摔个结毛 你们老是叫我 赌气怎么怎么的 什么要爱面子的 我可以不要面子 我可以回去上班 我可以回去上班 我可以不要面子 但是能给我未来吗 能吗 对不对 我不要面子 能给我未来吗 不能呀 不能那我为什么 还要这样子去受罪 去受伤呢 我受伤不起 我伤不起 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增一点钱 好好的往前看 改改脾气 我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要说实话摔个结毛 我没有说我自己多好 但是我敢翻试 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老板我们两个在一起 除了我在湖南 湖南就是那次那个女孩子 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只有这一次是这样子回来的 平时老板我们都没有吵过架 也没有闹过脾气 也没有干嘛过 还有一次就是回去看我奶奶 难道回去看奶奶那一次是发脾气吗 也要改吗 所以我真的搞不明白 有的时候很多人叫我改改脾气啊 怎么怎么的 我真的没有生过气 也没有干嘛过 老板我们两个也没有吵过架 我们就是性格合不来了 而已 知道吗 老板虽然说我脾气大怎么怎么的 但是 他觉得我脾气大也没事 只要我觉得我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好了 我自己做的对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嘛 你们说老板认错了 认错了 老板没必要认错呀 对不对 他说的挺对的呀 他说不可能了 对不对 也是挺对的 不适合也是挺对的 我脾气不好也挺对的 我觉得老板说的都挺对的 对不对 所以我也没有怪他 我每次我每次干什么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应该找自己的 自己的问题 不应该去怪别人 我觉得应该找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每次 我不管哪一次 我都找我自己的问题 我每次都觉得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 是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现在老师叫我回去上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想法 所以让我回去上吧 我也想回去上班呀 到时候你们叫我回去上班 那老板有一次给我发信息叫我回去上班了吗 没有呀 有来叫我了吗 也没有呀 就你们粉丝们一直这样说 一直这样说 我怎么回去 而且如果老板哪天来叫 就是发信息给我叫我回去上班 我也觉得没必要回去了 没有未来 还何必回去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的话 我有什么话就直说了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们催我回去呢 老板很爱我 我很爱老板 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 为什么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分开呢 你们去多 多去想一下 出来一个节目 多去想一下好不好 你们每次都说我要面子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已经很不要面子了 不管别人 以前我刚好跟老板一起的时候 不管别人怎么骂我 不管有多少粉丝怎么说我 小三什么这样那样的 我都已经成 坚持过来了 坚持过来了 什么我自己主动去找老板 表白的那次第二天 我自己主动去找他 什么很多人都说我 什么自己送上门 怎么怎么的 现在很多人都说我 我自己送上门 所以这样子老板就这样看不起我 你们知不知道 我觉得我已经很不要面了呀 我这几天为什么上夜吧 为什么直接去工厂里面上吧 我就想着往后看不往前看了 真的很伤心 真的很伤心 所以我想不伤心 我不想这些事情 我想用工作来 麻痹自己 用工作来 就是不想自己的事情 一天两天三天的让他过去 过去让他过去 我知道老板很好 我没有说老板不好 所以我们喜欢老板的支持老板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都叫你们去支持老板 一直都 我一直都说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人 去支持他 去跟他买8加1 好不好 说实话你们说 老板说不可能了 不适合了 这样子说了 然后老板也没有叫我回去 然后你们粉丝一直叫我回去 我怎么回去啊 虽然跟你们我怎么回去啊 你们说要我怎么回去啊 我事情太多了 对我承认我事情很多 我就是奶奶生病嘛 上一次 我也别的就没有事情了呀 我跟老板在时候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就是奶奶生病了 那次有事情 好 好 我跟老闆一起 我很多事情都不跟老闆说了 因为我怕老闆说 我家里面这样那样 磨变多知道吗 因为有一次老板 他直播的时候说什么 我家里面磨变多 所以我后面 我很多事情都不敢跟他说了 谢谢莉莉你送的烟花 谢谢谢谢 而且你们也看到了呀 对不对 老板自己也都说了 酒庄已经找了人 在那里散拜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回去上班 你们为什么还要让我回去上班 你们明明知道我很伤心 明明知道我 我很想把这个事情让他过去 过去 我每天一天一天都锁着 你们为什么还要懒 就像是我在这儿最后一天一天的 我刚才会 tidak过去 我还要团露你 我都什么事 把这儿都安找你 老板人们最后一天都出发了